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竹内亮 来自日本 我现在住在南京的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其实今天特别紧张 我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舞台 但是感觉挺爽的 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微博上怎么玩微博 然后把这个 我是拍纪录片的导演 所以怎么把自己的视频做爆款 经常我的微博粉丝跟我说 你是假日本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的日本人 自我介绍的时候 不会这么自我介绍的 一般的话 初めまして 竹内と申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但是我不太喜欢那么震惊的自我介绍 所以这是一个我的风格吧 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用日语的评价名 来做小主题 分成了五个小主题 然后 然后 第一个主题是 啊 竹先生 啊 是一个感叹词 哦 竹先生 什么意思呢 我不是竹老师 我的姓是竹内 因为经常就是微博的粉丝也好 好多中国人跟我说 竹先生 竹老师你好 不是 我的姓是竹内 因为日本人的姓是有两个字 就 也有一个字 也有三个字 但是主流的姓是两个字 所以我叫竹内 名字是亮 漂亮的亮 竹内亮 不知道我的人 请记住一下 然后 我是刚才也说了 纪录片的导演 我大概做纪录片做了20年吧 我看起来很年轻 但其实我现在41岁 七八年出生的 改革开放的那一年出生的 前段的11年 在日本做纪录片 2013年 从日本搬到南京 那为什么一个日本人 选择南京 是因为十年前 我在日本的时候 给NHK拍一个 长江的一个纪录片 六千三百公里都拍下来 就是长江边的一个生活 拍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经常遇到 完全不了解 现在的日本的中国人 知道我是日本人 然后他跟我说 诶 山口百慧现在怎么样 然后高参见现在怎么样 啊 就当时是2010年 我当时特别惊讶了 啊 不知道现在的日本 所以 当时觉得啊 应该把现在的日本的文化 介绍给中国人 我想做这样的节目 我老婆是南京人 中国南京人 跟老婆说了 我想去中国做 介绍日本的文化的纪录片 然后他反对了 已经生活那么稳定 大家都有正式的工作 房子也买了 孩子也有 为什么那么冒险 去中国发展 但是我坚持 一直在坚持 一直在说服他 然后2013年终于说服他了 然后搬到南京 开始做视频 所以大家都喊我南京女婿 第二个小主题 一 RU的 RU的 一 意念的意思是赞 就点赞的赞 赞 武汉 因为我最近确实 稍微出名了 那为什么我稍微出名了 因为我做了这个 有关武汉的片子 十个家庭 十个故事 一座城 做了一个小时的纪录片 因为大家喜欢看短视频的时代 所以我完全没想到 这个视频那么火 微博视频的播放量三千几百万 我真的没想到 我以为一万人看就可以了 大家都问我 主内导演 为什么这个视频那么火 我觉得我们做视频的博主 经常说现在的粉丝 特别浮躁 就喜欢看美女 喜欢看美食 喜欢看什么搞笑的 没有人看深度的东西 真的不要少看粉丝 不要少看观众 真正的有内容的话 真的有人看 为什么要拍这个武汉这个片子 初中原来是把这个 武汉的真实的情况 介绍给全世界 因为当时武汉的情况 已经清零了 武汉现在安全了 但是海外的人 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不相信 当时就是拍这个视频之前 我也没有去过武汉 所以我也没法证明 但是我在南京 新鲜感受得到 现在中国真的很安全 但是这个没法解释嘛 所以我决定了 亲自去武汉 看武汉的现状 然后把真实的武汉的情况拍下来 然后给海外的人看 所以我拍了好久不见武汉 通过这个好久不见武汉 来知道竹内亮这个名字 确实最近很多人跟我说 哎 竹内亮现在很火啊 哇 现在你出名了 但其实 这个不可能只有一个视频来出名 就是通过五年的积累吧 因为我这五年 一直在微博上做视频 播出视频的 然后积累了粉丝 帮我们扩散好久不见武汉 所以就是这个节目 火得比较快 那我做什么样的节目呢 这个五年 我从2015年到现在 一直在做这个节目 我就在这里的理由 已经上了220多节了 我也忘了 因为太多了 五年一直继续做下去 因为这个节目是介绍 住在日本的中国人 还有介绍 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的一个短纪录片 人物纪录片 特别的少众 但是我们做了五年了 普通人的故事还是挺打动人的 然后通过这些小人物的故事 来介绍日本的文化也好 也中国的文化也好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 不仅是在微博上播出 在日本的YouTube上也在播出的 所以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日本人 然后把日本的文化介绍给中国人 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节目 这个节目的 微博的粉丝 不知道为什么男生比较多 我也很遗憾 应该是主持人的颜值不过吧 虽然我是导演 但是我喜欢出镜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个更真实 所以我一直在追逐我真实的纪录片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人就是粉丝 所以我们每年年底 职办粉丝见面会 已经办了三次吧 就两周年 三周年 四周年 然后今年五周年的粉丝见面会 我们现在打算在武汉举办 就是武汉就是今年很 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嘛 所以我们也想鼓励他们 所以我们在武汉办粉丝见面会 然后全国的我们的粉丝们 都在武汉聚起来 然后大家一起玩 然后重点 来了第三个小主题 无所 离不开微博的日本人 无所 你真的吗 我真的离不开微博了 早上 起来 做第一个事情是 看微博 微博热搜 然后晚上 睡觉之前 最后做的事情是 看微博 有可能这样的日本人 没有吧 所以现在 交募主人公 交聘员工 作品分享 粉丝互动 都是通过来微博 所以我们的员工的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粉丝 他们每天能见到 亮书工作特别开心 招募主人公也是通过微博的 刚才说的好久不见武汉 我们拍了十个武汉人 这个完全是通过微博来招募的 五月中旬发了一条微博 我要拍武汉的人物纪录片 报名的武汉人的人数特别多 我也已经看不过来了 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的私信 我真的 微博的力量真的很厉害 如果没有微博的话 我们肯定拍不了 日本媒体也想拍武汉人 但是他们拍不了 因为日本媒体去武汉拍摄的话 武汉人的反应特别的僵硬 但是我们去拍的时候 他们特别自然 因为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的主人公 是我们的粉丝 所以已经有信任感 信赖感 说话的内容也好 特别的自然 特别的真实 所以我们生活离不开微博 我老婆 我的朋友 我的爸爸妈妈 都是通过我的微博 来了解我的生活 因为我一直拍纪录片 差不多一个月三分之二出差 我也很麻烦每天每天 给他们发我在哪做什么 所以他们通过微博来知道 我的生活做什么 第四个主题 微博还能这么玩 也是一个感叹词 现在我的微博粉丝大概四百万 为什么我的粉丝 讲了那么多 第一个是趁热点 就是趁热收 所以刚才也说了 我的生活的早上 一起来看微博 看热收 然后我能蹭到热点 热收的话必须得蹭 但也不能盲目地蹭 蹭热收也可以蹭热度 但是一直跟着热收 一直跟着热点的话 永远不能自己是一个热点 热收里的话题 看完后要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发现喜欢微博的人 比较喜欢国际化的一个视角 他们经常看到不同的国家的新闻 这个跟日本人不一样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日本Yahoo 日本最大的网站Yahoo上 上国际新闻的热收很少 所以我发现微博的热收里 有很多国际新闻的 这个点也是对我来讲特别好 就是利用自己的外国人的身份 利用我的导演的一个身份 来发表我的看点我的看法 点赞也特别多 然后阅读量也特别高 然后怎么做爆狂的视频 做爆狂视频的后面幕后 是有很多心得 比如说视角 刚才也说了 就是一个外国人的视角 这个比较独特的嘛 所以我在做好久不见武汉的时候 比较强调我的身份 我的身份是日本人 这个旁白 节目的旁白也是用日语的 然后出发点 就很纯粹的 不要那么为了爆款 或者为了赚钱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 还是出发点是自己想做的 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一定要有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 然后镜头语言 这个也是我们的特点 因为我们一直追逐的是真实 有的导演追逐美感 怎么拍的话会画面更好看 但是我其实没有那么追求美感 粉丝们跟我说 导演拍的镜头不好看 主内导演拍的 跟那个什么大学生的水平一样 有的人这么说的 也没关系 因为我一直在追求真实 所以我基本上不会摆拍的 我就在这里的理由的 最大的一个标语 slogan也是 没有剧本的纪录片 这个slogan也是比较矛盾的 因为纪录片应该没有剧本 但是其实有很多纪录片有剧本 但是我们真的完全没有剧本 然后传播的话 外宣和内宣是一个联动的感觉 就是在国内也不 在国外也不 两个都不 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 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日本人 把日本的文化介绍给中国人 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我们的特点吧 包括视频的打造心得的一个 第二个点是一个做话题 就我们做了好久不见 武汉的话题已经超过一亿了 现在也是一直不断的涨粉 以及不断的点击量一直在高 还有重要的是预热 比如说好久不见武汉的话 不仅是做了一条视频 我们在武汉拍摄的时候 天天发微博 我们现在在武汉拍纪录片 我们现在在武汉吃了什么 我们今天在武汉吃了热干面 我们今天去了在武汉的黄鹤楼 好漂亮啊 怎么怎么样 什么都可以 反正就天天发 有关武汉的微博 然后很多粉丝想看 到底导演什么时候播出 这种预热 第二个我觉得海报的重要性 而且这个海报 不仅是播出之前 播出之后也好 因为好多媒体 每次都用这个海报 因为所有的媒体说 这个海报特别好看 还有直播给大家分享 好久不见武汉的幕后故事 几百万的人看了 当然是微博也帮我们推了 所以反省特别好 全都连起来 然后把这个一条视频爆狂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 就是预热延续 特别特别的重要 最后第一个主题 哇 炒棒的大家 哇 是一 感叹词吧 我2015年12月21号 发了第一条微博 我在台湾的时候 嗯 就勉强地发微博 我当时记得很清楚 因为老婆 逼着我 开始做微博 因为如果在国内 做自媒体的话 一定要 玩微博 然后一开始就上瘾了 然后2015年到现在 完全是离不开微博了 对 确实很好玩 特别好玩 特别是跟粉丝互动吧 如果有兴趣的话 看我的微博 明显我的中文的水平 比5年前好很多 虽然现在也不太好 但是比5年前好很多 你看我的微博的这个文章 这个水平真的很低啊 语法也好 什么当词也好 不行啊 但是如果别人 我的员工 我公司的员工 替我发 替我写的话 太正确了 所以粉丝一看就知道 这是假的 这个不是导演写的 这个不是绝对让导演写的 如果被粉丝发现的话完蛋了 所以我从第一条微博 到现在的几百条微博 全是我自己写的 就是包括给粉丝们的评论也好 全是我自己写的 这个也蛮有意思 还是需要特点 我的自然军也好 这是我的自然军 我小时候特别自卑 因为大家都欺负我 你的头发有点奇怪 为什么卷卷 但现在的话 变成了一个我的特点 这个自然军 自然军 现在大家都羡慕我 哇 你的自然军特别好 是一个免费的烫头发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把自己的缺点 当做一个特点 所以我的生活 已经离不开微博了 所以我以后 也一起跟微博一起玩 我是竹内亮 我们微博见 谢谢 做纪录片做了20年吧 改革开放的那一年出生的 从日本搬到南京 把中国的文化 介绍给日本人 然后把日本的文化 介绍给中国人 真的不要小看粉丝 不要小看观众 真正的有内容的话 真的有人看 我真的离不开微博 有可能这样的日本人 没有吧 热搜的话必须得蹭 但也不能盲目地蹭 蹭热搜 也可以蹭热度 但是一直跟着热搜 一直跟着热点的话 永远不能自己是一个热点 自己想做的 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一定要有 再次喔 2013-4 2036 2008 2007 2006